什麼是經典呢? 上世紀70年代 產品設計只是經歷了巨大的變革 出現了一批強調實用功能 外觀簡約的生活用品 而這種變革也影響著中標設計 今天要介紹的新標標款 正正可以追溯那個大膽破格的設計年代 今天我來到RWC Pre-Watchers & Wonders的活動 是率先看看品牌今年新的Lawful Disk 它今年的主打是Engineer 工程師系列在1905年已經開啟了 首個民用的擴持手錶 專為一班專業人士 例如醫生、機師或工程師去設計 因為這些專業人士 暴露一個很強的Magnetic Area 所以如果有一支錶 有防篪能力 就不會影響錶的走時準確度 IWC Engineer 從50年代推出至今 經歷了幾次設計的變革 第一代系列是令圈 時分針加上日力 其實很多手錶的款式 都會這樣做 以前在50年代的錶 變成沒有一個很強的 很Iconic的功能 一望而知 它便是Engineer 到了70年代 品牌找了很Iconic的人物 在中標界 就是Dragenta 其實之前我頻道 亦都有特別地 介紹這位大師的生平 以及結作 除了Engineer之外 它皇家像樹 或者PP的Nautilus 都是出自首筆的 做一張鐵的錶 你喜歡不喜歡也好 一望就是它的東西 螺絲釘位 錶盤也有格子 還有錶頭 和錶打是一體化的 可以說這幾個功能 可以說是Dragenta 一個很Iconic 或者是它的特色 我今天知道 他們除了介紹 最新款的Engineer之外 原來都放了兩隻 Dragenta 原本的Engineer出來 所以我特意 在自己collection裡面 拿了Engineer 這個Poke Watch 來相應一下 見一下老友記 畢竟都是 那個年代 那個Generation 你可能會問 為何當日我會買這個Poke Watch Poke Watch 你很少見到是鋼 以前的Poke Watch 給我感覺到 修飾的味道很重 很多雕花 以美感為主 按一按 有蓋打開 而很少見到 Poke Watch 今天這樣 是很實際為主 而這個是Open Face 而且整個設計 很Modern 你看看 那個Crown 和保護Crown 那個Guard 完全是Modern的設計 Modern的款式 都會做Poke Watch 這件事會吸引到我 Engineer 一直沿用Dragenta的設計 直到2017年 之後 品牌又改用了 50年代元祖級的設計 到今年 Dragenta的設計元素 又重新回歸 這次新款的Engineer 碗錶 又有什麼驚喜呢 品牌重新演繹 這個配列的時候 錶圈上的螺絲釘 依然保留著 Jerard Gentler的設計風格 在70年代 Jerard Gentler設計 這個錶的時候 錶殼上面 那是五個螺絲 是一個孔 是一個洞 沒有螺絲 所以它純粹是 一個 Decoration 設計的 多一點 Washmaker 每個人手勢都會不同 所以每個孔的位置 都不一樣 這次的錶款 它的確有五顆螺絲 而是有一個實際功能 錶圈和Case 是完全相陷在一起的 那五個孔的位置 是固定位置的 這次的錶款 它的設計很貼滿 整個錶來講 錶頭和錶鏈 是挺好平衡的 重量很適中 錶殼看到 有一點曲弦了 所以戴上的時候 是比較貼滿 它的錶片和舒適度 是提高了 完全不會說戴上 是降了出來的 Case有一個盒 去保護到 Case沒有用於撞到 舊款是沒有的 還有一件事 除了它有防止能力之外 它也提高了防震能力 五日鏈 五日鏈 即是說 如果週末不帶擺到 你週末帶回 是完全沒有問題 是不需要重新再上鏈 以前沒有人要的建築 到今天 成了一個sought after 什麼是經典 70年代的時候 可以說是Juette Gentler 它的創意靈感高峰 很奇怪 雖然今天每個人都很追捧 這堆的collection 無論是IWC 或其他牌子 都是追到它受筆的時候 真是天意弄人 肯定不太受歡迎 可以說是 滯銷 甚至乎是無人問出 Juette Gentler 70年代 Original的Jumbo 當年售價是2000元 瑞朗 70年代的時候 2000元瑞朗是很貴的 傳統上大家習慣賣金錶 是嗎 luxury的 突然間出了鋼錶 2000元瑞朗 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到 我剛剛也拿過上手 Jumbo去戴的時候 它真的不太大 很 bulky 那個錶首先很厚 而且又不貼碗 所以戴得不舒服 所以其實不受歡迎 都有它的原因在 但很奇怪 當年沒有人喜歡買 但這些錶 到今天 成為了 古董錶也好 什麼錶也好 竟然是 二十幾萬 還要 subject to condition 如果 condition好的 可能不止這個價錢 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那個年代 要做這些降錶出來 經常說 食影危機 其實70年代 不單止有食影危機 還有些什麼 第一 就是美元 急跌 急跌的時候 令到錶錶 便貴很多 如果我買錶錶的時候 價錢便貴了很多 第二 黃金價格 70年代的時候 突然貴了三倍 而當年很多是以金做標 而不是用鋼 價錢成本貴很多時候 競爭能力自然就弱了很多 所以瑞士中標業界要想辦法 怎麼搞呢 我不可以太依蠻黃金 結果怎樣 我便找出了 還有一件事 我的款式度 不要流於一些很經典的款式 金錶皮帶 所以我們要求變 一邊找出運動系列的東西 所以當年 做了Genta 就幫幾個大牌子 就設計了一堆系列的 Luxury Sports Watch 出來 經典是經得在時間 和重複的考驗 經典 我們怎樣去咀嚼 都很有味道 經典內容很豐富 就會成為了一個靈感的傳染 如果你是喜歡這個設計 亦都很喜歡背後的時怪故事 這次新款的Engineer碗錶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今集先說到這裡 例如告訴我 Traya Genta 哪一個款式的設計 最能夠打動你